中美貿易戰講了大半年,除了中方的應對措施之外,你最記得內地傳媒報導的什麼內容呢? 美國害怕了,日本嚇傻了,歐洲後悔了,這些標題有沒有令你覺得似曾相識呢? 厲害了,在這些領域,中國創下多個世界第一,無人不服,不用怕,中國科技實力超越美國,居世界第一。 還有,中國放的這句狠話,美國再聽不懂,就要出大事了。 這些內地傳媒的報導,被官媒人民網連發三篇文章,批評是浮誇自大民風。 文章說這些貴球體、哭雲體、黑尿體的民風,污染輿論生態,扭曲國民心態。 文章說,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,但並不是所有東西都可以用來自誇, 偏面地出現天下第一的錯覺。文章不會因為浮誇而增悉,國家亦不會因為自大而變強。 跳動極端情緒,施以傳播偏見,容易令公眾走進夜狼自大,自吹自擂的狂妄誤區。 而請口舌之快的形式,謀求精神勝利,只會混淆是非黑白,顛覆公眾形智。 曾經在官媒任職的記者認為,人民網的文章顯示體制內部份人, 開始發現官方以強硬文宣應對貿易戰所造成的問題。 不過他認為,傳媒的浮誇文風,其實都是跟從官方口徑。 他預期無論是政府部門,還是宣傳系統,在未來一段時間,風格可能都會較之前平實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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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